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雪妖的故事 看一下三十多年前的奇幻电影和现在的奇幻电影有什么区别吧 故事一开始呢,一对小男孩和小女孩在海边玩耍 女孩名叫格尔达,是个从小梦想成为公主的女孩 男孩名叫凯,是一个注定成为战士的男孩 他们在沙子里发现了一个音乐磨合,里面还有三颗宝石 也是因为这个磨合才照应了邪恶的雪女 在一个冬天的夜里,雪女在漫天的白雪中降临 凯被美丽的雪花吸引,坐上了雪女的雪橇 这雪女虽然有点看着圣人,但是不得不说还是挺美的 凯被雪妖带着飞上天,那时不知道有多么高兴 当她反应过来时,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雪妖把凯伸上必要的宝石扔到了地上 这边格尔达听说,凯已经被雪妖吃掉 她很是伤心,根本就提不起与其他小孩玩的兴趣 突然在地上,她捡到了一颗丢失的宝石 看着天上的飞燕,她觉得凯一定没有死 于是她成了独自,寻找凯的旅途 冥冥之中,似乎还有一个人在帮她,送来了一艘小船 可这人却是一个黑心的老巫婆 看着这妖气,大家有没有想到西尔记呢? 确实这部电影,这是和老板西尔记同一年上映的 在听听着带进的特效音乐 是不是和西尔记一个调调呢? 老巫婆把格尔达拼到了自己的城堡 每一个老巫婆都一个养小娃娃的欲望 格尔达也被老巫婆美丽的房间吸引 却不知道这些娃娃都是活人做成的 为了让格尔达留在这里 老巫婆麻痹了格尔达的意识 给她换上了洋娃娃的衣服 避着她每天跳舞 还给她准备了诅咒白巧克力 这边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女妖每天为黑化蓝牙水给凯喝 让她听自己的话 等长大之后成为她的战士 传说者带上这水晶王冠 就能统治世界 在梦里,格尔达再次梦到了凯 幻醒了类性的记忆 与此同时,之前被老巫婆变成木偶的娃娃 叫格尔达赶紧逃跑 突然都会变成像他们一样的木偶娃娃 格尔达被吓坏了 趁着老巫婆睡着 拿着钥匙用木偶们叫的咒语逃得出来 走着走着 格尔达捡到了第二颗掉漏的宝石 格尔达听说公主也一个新的伙伴 于是去城堡寻找 发现这根本不是凯 不过这公主倒是过得爽歪歪 每天都有大人伺候 爱吃不完的蛋糕 格尔达失望而归 告别公主 再次踏上寻找凯的旅途 临走时 小公主还送给了格尔达 一批士兵保护他 加上裙子 实在是漂亮了不少 可半路上又被追到遇到了强盗 强盗无以为格尔达就是公主 还把他关在笼子里 这可是吓坏的格尔达 幸好 强盗里有个小男孩 趁着强盗睡着 将格尔达放得出来 不过这小男孩 就是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公主 差点以为这小男孩也多么好心 趁着小男孩睡着 格尔达偷走他的雪橇 又继续赶路 朝着雪山的深处走去 在绵延的雪山中 格尔达还是运倒在了雪山上 夜里 被一个好心的巫婆捡到 在他的帮助下 格尔达用三块宝石 找到了雪妖的位置 休息之后 带着三颗宝石 继续前往雪妖的冰雪王国 当格尔达披着巫师 给他的雪袍 进入宫殿时 还是被雪妖给发现 他记起巫师告诉他的 遇到雪妖 只管用宝石扔过去就行 炸的雪妖分不清西北 此时的凯 已经成了傀儡小战士 只见他被唤醒记忆之后 拿着最后一颗宝石 召唤出太阳 女妖连皇冠都掉在了地上 说实话 结局是真的没看懂 故事最后呢 格尔达和凯 将音乐盒 又埋在了沙丘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在外面捡到东西 千万别带回家 还一件是格尔达 实在是太漂亮了呢 当我怀着好奇的心 去找格尔达 长大之后是傻样式 瞬间感觉 岁月就是把杀猪刀 竟然长成了这样呢 每电影不小电影 欢迎来自关注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来源 喜欢电影 冰雪皇后